好 來 我們先來看線上的 其實免費的影像處理 您看喔 這邊 我們先找一個影像處理的部分 來給各位試看看 好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您手上就有 手上就有 那麼第一個 第一個 雖然排在它 排在第一個就Pixel Pixel的這個 它雖然是最接近我們一般軟體的 但是應該是大家最不喜歡的方法 因為這樣就跟在電腦上又沒什麼不一樣 好 可是它可以做一個輔助 所以我先從下面的來 先從下面來 不管你要從美圖繡繡啦 還是你要從Photoler Photoger他們都有類似的功能 那我先從這個Photoler給您看一下 在這邊 好Photoler 如果您要連打開我們今天 因為您這樣直接看新制圖 我沒有辦法直接連結嘛 我在這個OneNote這邊有幫大家準備 在OneNote這裡 我們剛剛看的是在最新消息這裡 這個是在最新消息的 在這邊您可以換到 如果您有連到這個頁面的話 您可以進到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我們今天有用到的所有的 這些內容 已經都在這邊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打開 這樣就可以看到 每個點進去就有相關的那個對應的連結 好 那如果說你要直接從這裡開也可以 因為我們第一個就是我把我們比較會用到的這個 相關的網址我先整理在一個文件裡面 你也可以從裡面去點 可以從裡面點點一下 我從這邊點一下 看起來應該沒有人連到我這一台電腦 好 有沒有 在這邊 您就可以直接從這邊直接點點連結 直接點過去也可以 這樣的話各位就比較方便 我先從這個Photo的開始 好 因為剛剛那個 剛剛這個比較慢一點點 然後Photo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現在又用另外一個這個PhotoJet 那麼一般來講 現在線上的跟美圖秀秀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看美圖秀秀也是一樣 你針對單一張去美化你的圖片 或者是人像的美容 或是拼圖 那麼另外呢 我們這邊 雷同的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你看 這裡有 我可以直接怎麼樣 編輯我們的照片 然後呢 做一些拼貼 把照片拼一拼 放大一點 這樣後面比較看得到 照片拼一拼 最後還有一個什麼 這裡還有一個基本的照片的編輯 所以其實目前線上的都是像這樣 那大家要做也很簡單 因為可以直接套半本 好 你要拿一個功能 點一下就有了 點一下就有了 那 單一個照片的編輯 這大家比較常用 所以我就不講 我們就直接看後面 拼貼也還好 我們直接看設計的部分 因為像我們 比如說 醫院裡面也好 或學校裡面也常常要做海報對不對 海報的話 馬上更新 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比較慢 一樣 我一樣進到另外一個 這個是叫B-Funky 也是類似的 他們其實現在的所有的線上服務 都有 一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們要做照片的編輯 拼圖 或是直接做設計 那點進來之後呢 這邊 啟用Fish 好 允許 那現在呢 他都會有提供很多的範本 有提供很多範本 所以 可以從上面直接去做 怎麼都還出不來 好 我們剛剛那個 線上服務先 我就先停一下 因為現在連不上去 我就先 從AP部分開始